和大家再分享多一篇文章 今天我分享很多篇 作者是江特·舒克 是一個戰略管理諮詢公司的創始人 當下德企在中國做生意 都會考慮哪三個問題 脫歐這個現象並不新鮮 自從奧巴馬時代開始 美國和西方的蕭言發起了 針對中國的經濟脫歐 特朗普政府只是粗暴地 羅古圈天地執行 拜登政府看來好像說客氣話 但政策是一貫的 正如我之前所寫過 歐洲 特別是德國 對於脫歐是相當不情願的 德國作為一個導向型的國家 中國是第二大黑澳 在德國出口比例 美國和法國體量相當 我們從脫歐中幾乎得不到任何好處 德國自二次世界 突然復甦以來 長期奉行的外交政策 主張就是 以相畜變 更不必說中國是我們頭號的進口來源國 如今受到三個主要因素影響 我們面臨一個 多少已經不同的 以往的局勢 三個因素是甚麼呢 第一是防疫形勢 第二是德國政府 新亞的紅綠燈政府 第三是俄互戰爭 第一個 基於防疫的考量 新冠不僅涉及了公共衛生 也是一個實際問題 作為戰略顧問 我自己的客戶群體中 就常見識過了 有企業因為防疫措施而犯手 由於隔離規定出人意義相應降低 在酒店隔離幾天後 亦不能確定能否繼續順利前往想要去的目的地 與其他國家相比 在中國談生意更重視人際關係之中的信任 而這種信任是建立在面對面交往基礎上 我有一個客戶在美國收購了一間公司 相關部門的CEO 就飛到美國參加簽約儀式 這就是他自新冠疫情以來 至今唯一一次去美國 其他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視頻會議 或者經由美國那邊 基層員工和律師處理妥當 這種情況在中國是難以想像的 另一個公司在歐洲收購案告出 部分原因就是持續掃予激烈談判之後 依然無法安排和中國公司的老總坐下面談 那些已經在香港有投資的企業自然會擔心 他們的工廠或辦公室面臨突然關閉的可能 對於中國的防疫政策 一種不帶感性色彩的德國式評估 可以是這樣的 當病毒出現新變種 有缺乏有效的疫苗 存在大規模赤不確定的感染風險時 中國式的清零政策 運行得非常成功 在歐洲美國乃至幾乎全世界任何地方不同 中國有能力在境內控制著疫情傳播 源於中國政治體制至上而下的組織體制 加上遵守紀律 能吃虎內勞的人民 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這裏我想在他這一段裏提起點 第一就是所謂有效疫苗 對不起 現在世界上沒有一種疫苗 是真真正正的減低傳播 包括美國 歐美的所謂mRNA的疫苗做不到這件事 中國的疫苗做不做到呢 因為中國採取清零 所以這方面並不注重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但是西方疫苗是做不到減低傳染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說中國的政治體制 可以由上而下 可以遵守紀律 其實在西方各地 都曾經採取封城的措施 亦都相當成功 只是臨到最後臨門一腳就鬆手 結果公規一跪 這個出現了很多次 所以這就是政府做事 不夠堅定決心的問題 好 繼續讀這篇文章 對相當於有效和安全的疫苗 問世之後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廢話 包括那些能夠應對新變種的疫苗 就可以把這個因素納入 防疫考慮之中 由於對哪些國家做出哪一種疫苗 以及所謂的競賽 引發的愛國主義自豪感 大家都不必要太上頭了 全世界三大疫苗製造商 法國 英國 德國 都沒有產生 比得起BioNTech 輝瑞 或者美國莫德納那種疫苗 這兩個疫苗是沒有效的 好可惜 在德國眼中 西灣因為缺乏 實現清零的紀律性 付出百萬人死亡的代價後 社會財逐漸恢復正常 中國在疫情初變得非常好 如今面臨壓力 可以在更多應用全球醫學成果面 中國仍然走回中國方法好些 因為有很多證據證明 感染後後遺症非常嚴重 我希望今天有時間在科科有報時 和我分享一個老的素描 好 繼續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 最近談到中國的營商環境確定性 可靠性和效率方面有所改變 有什麼改變呢? 說是有改變 不知道有什麼改變 新冠疫情凱顯了 當今供應鏈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 工廠停歇 集裝商難運轉 工業產品零部件短缺 以上種種情況 很多企業開始思考如何增強供應鏈的銀性 可惜這些問題並非中國問題 只是你們外面搞出來的 中國對於繼續供應世界的供應鏈 是沒有停過的 繼續說政府的紅綠燈問題 另一方面 德國靠政治意願推動做事情 通常是很短命的 這個真是很可惜 拿生產口罩這麼簡單舉例 政府拿了6300萬歐元 支持了82家德國公司在本土生產口罩 但回過頭來 絕大部公司已經關停生產線 他們的售價要給中國出口的 口罩貴三至五倍 而醫院或電商平台等大型採救方 在衣就是價格 那當然要死 然後德國政府 這個新的政府 在默克爾基督教民主聯盟上一次大選中大敗 而綠黨是最大贏家 現任總理出身的就是社民黨 是上一屆和本屆社會唯一的常量 自由民主黨 黃色的 也要普團聯合政府 所以我稱之為是紅綠燈政府 我們從來不認為 這個作者從來不是默克爾的忠實支持者 但如果要列舉一些他的長處就是外交 在調和分歧和危機管控 難怪默克爾在國際上擁有聲譽 遠高於他在德國國內的風評 我認為他在處理對華關係上 默克爾指明的方向是非常合理 通過互衛互利的貿易往來 維繫德中之間良好的外交關係 和密切經營的聯繫 證明你自己作為貿易夥伴的價值 就不要在全世界面前扮教師 尤其不要公開做事 當你取得夥伴信任之後 可以在台面下面更方便 有效地提出你想表達的任何意見 如果德國真的想對一些問題譜有關切 譬如環保好 人權好 貿易好 或者其他 卡帕需要就是這種低調務實的政策 公開叫Hill 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導致更多民族主義互相回敬指責 私家制裁然後就是更激烈的對抗 剛才我們讀了這屆總理 中國時的五個觀點 有少少教師爺的口味 但是西方國家 馬卡爾的外交風格就是 選舉的減分項目 公開批評中國會帶來巨大的流量 在寬以律紀 嫌疑代宗這個事實上 哪個德國人原則上會反對呢 所以在任何國基礎上 基本上都說得通 不管他們對自己是甚麼標準 我們新任的外交部長 即是來自綠黨的貝爾伯克 長期在最受歡迎的政策排名之中 是前三名 相比其他事情 他顯然更加在乎自己的選民和選票 他說了一句 他要支持烏克蘭 就算自己的選民反對 這個他可能故意說你增加支持 用畢家修飾的語言公開發表強硬的譴責 只是他相對年輕且理想化選民所愛聽的 而貝爾伯克確實照做 看上去 這屬於非常廉價的政治得分 很可惜被這個女人害死德國阿會 外交部長通常是德國人氣最高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們能夠打造很多剛鮮的人切 顯示自己多麼強硬 而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或者承擔任何責任 這是最大的問題 最後自由黨因為天性使然 不喜歡在自己看來不必要的地方 限制任何種類自由的任何制裁 這種造秀不是沒有代價 哪怕萊德往往並不顯眼 一個黑奧跟他說過 在德國新政府加大批評中國的調門之後 德企蒙受了隱藏的代價 他的公司第一次在中國輸了投標 原因不是因為技術或者價格問題 因為他是一個德國公司 當然這單方面閃述未必是事實 僅供參考 所以總而言 在中國做生意 德國投資人必須了解 現在更有可能的搞亂德中關係 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大眾汽車在新官設廠就是一個例 現在所有私營企業被德國輿論和政府盯上 不只是語言攻擊那麼簡單 還會陪著著行動 因為在新疆設廠 今年五月大眾汽車 關於延長投資擔保的申請 被德國政府拒絕 只要與新疆有關 來自綠黨的經濟部長 全部否決 所以綠黨的經濟部長 也對於中國軟養運輸集團 對漢堡港一處小型集裝商的入股 還揚言未來 要與北京打架路士不再天真 更加補充我們不能讓自己再被綁架 最後第三個項目 自去年12月上任以來 德國總理索義士終於選擇在今天 首次訪問中國 他說不喜歡直來直去 他一邊在組織企業界代表團隨行 一邊又呼籲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 雖然一些防疫要求增加組團困難 但是目前已經有一個龐大的代表團 待命準備好在11月12日到14日 陪同索義士出訪越南和新加坡 來中國只有12個 其他還有一大堆人上來 考慮到德國對俄羅斯如此依賴 所以德國的民調顯示 向中國派出經濟代表團的支持走低 但這種事並不新鮮 政客們通常會做姿態迎合閃光燈 代表團在背後做實事 最極端情況下可能發生的是 已經在俄羅斯案例中體現出來了 今天問題並非某個德國公司 是否應該叫停在俄羅斯做生意 而是德國公眾追問 為甚麼某公司還未退出俄羅斯市場 就要說到俄羅戰爭 德國欣賞中方這問題上可信的中立立場 中國也許會好像美國那樣對對手祈禱 但從來不會像西方支持烏克蘭那樣 大規模直接介入這個衝突 例如賣軍火、訓練部隊 提供資金和分享情報 現在美國已經承認了它是 Woods in the ground 派了人員在烏克蘭 所以美國可以說已經參戰了 戰止之初很多德國人擔心 中國會否好像俄羅斯 直接使用武力統一台灣 但在貝洛西宣訪台灣之後 德國人對它行為的認可已經明顯降低 因此焦點自然轉向對經濟的影響 很多分析人士指出 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是一個歷史性錯誤 在北計天然氣管道被限制 徹底關閉和破壞之際 德國幾乎沒有人敢為當初修建管道的決策來辯護 這樣的文中想不捨得多難 不管衝突發生前 德國和西方領域犯下哪些錯 如今都被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的責任權而地掩蓋過去了 人們開始密式天然氣以外可再生能源 除了意識到在太陽能和風能領域 今日德國依賴中國 更甚於天然氣上依賴俄羅斯 在俄烏戰爭前 德國55%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 但德國太陽能板電池有95%來自中國 只是十年之前 在直電池到太陽能板塊 德國仍是全球太陽能產能領導者 但當初規劃的產業規模實現後 上網電價補貼格度大幅減低 僅僅四年內損失了十萬個工作崗位 剩下公司大多數被中企收購 這不關中國的事 你們自己不能夠維持下去 於是沒有辦法 在風能方面 德國自從2016年失去了39%的工作崗位 德國風能企業比太陽能企業發展得更好 但產能放在全世界包括中國 德國國內需求少得可憐 中國2021年新裝的風能 等於全世界過去五年 所新裝的風能總和還要多 沒辦法 德國的政策制定者 做夢都想不到這些產業能夠回流 做夢都希望這些產業能夠回流國內 但從投資人和學徒都不情願 在考慮對投資興建大型工廠 選擇終生資業這個決定時 德國過去的能源戰略實在太離譜 太不可靠 變化太過頻繁了 我不相信僅憑政治議員能夠改變這一切 由於缺乏公共空間 沒有優子的申請流程 加上當地居民樂此不疲地打官司 拖延項目工程 在德國發展再生能源的步伐已經走向辭制 現在還加上能源短缺開回站 德國在環保庫大退步 所以北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前景 並不會慘淡 事實上根據榮鼎諮智庫的數據 在2022年上半年 歐洲是中國的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5% 主要是德國公司拉動 舉些例子 當中旗艦項目自然是巴斯夫公司 在站崗頭產第一期工廠 這是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最大的單一項目 也是巴斯夫公司成立以來最大的一筆投資 根據該公司的聲明項目 去到2030年投資總額會高達100億歐元 必須注意的是巴斯夫公司在2018年7月宣布工廠選址 2019年底開工建設 發生在我們前面所說的三個主要變數之前 而對於這一處一體化基地的最終驗收 在今年7月通過了 巴斯夫公司作為全球化企業 在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一體化工廠 他們專門瞄準中國國內市場 不僅將石油產品中不同價值鏈整合成一家公司 折散了多餘的物流成本 亦拉近了所有中間商品、中間產品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 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的引擎 目前已經有兩個這樣的一體化工廠 和歐洲和美國的數量持平 所以最終誰會贏 誰會指意識形態或商業考慮 或是說我們可能會否回到一種模式 即非兩者處某一方水 而是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存 而是通過交流的設施 促進商戶理解和合作 避免重組供應鏈這樣的商戶提防 短期內目前趨勢似乎有脫勾苗頭 長期來說 人類是有責任展開更多的合作 在連接這兩個階段中途 迫徹需要一些意味著容忍和局勢降級的指路明德 好可惜 看外表索爾池 起碼在官方上做不到這一點 主要後面的CEO有多少務實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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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